演员拍戏受伤呢 似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而这一次呢 蒲八甲是在横店拍摄新喜 共赴国难时呢 是不幸受伤了 真是演员不好当 是苦是累 只有自己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蒲八甲 我现在呢 依然在横店 只是现在不在片场 然后现在是在横店医院 这个地方呢 是其实我是特别不愿意来的 原来自记者探本当天 蒲八甲在拍摄 最后一场戏的过程当中 意外被鸡枪砸中了脚踝 整个脚都肿胀了起来 疼痛难忍 坚持完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之后 蒲八甲连夜来到了横店医院 这里痛不痛呢 有点 我今天就给你砸东西了 砸到脚后边的砸枪 我看见你这个项 我拿去要在一边 这边站过来 就这边 肌腱 肌腱那边 肌腱 事实上这里对于蒲八甲而言 一点也不陌生 作为一位资深横飘 她甚至可以被称为 横店医院的常客 由于长期拍戏 高强度的工作 让她患上了颈椎病 不得不三天两头来 寻求中医理疗 时间长了 连医生都跟她成为了熟人 他们已经知道你了 对 因为我天天来你这 虽然医生的手法先熟 但其实做针灸电疗 需要认受的痛苦着实不小啊 在银针刺入穴位之后 还要连在机器上导电 为了保持身体稳定 并必须把头都埋在 里疗床里面长达四十多分钟 一场治疗过程下来 整个人也是不太好了 演员这个行业看似光鲜 都是镜头前潇洒的模样 但是背后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 也许真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小编只想为那些像普巴甲 一样默默奋战在 一线的演员们真心点个赞啊 真的是很多演员啊 他这种身体多多少少的伤 都会有很多的存在的 比如说我手上这个 心里感觉又伤疤了 但是就从来没有有时间来 辛苦但是呢就是 在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请问这些横店独家采访的